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也知道其实目前的中国队已经是踢完西域赛的第一场比赛也就是11月份的第一场比赛 那接下来呢对于我们来说如果说能够在澳大利亚的那些对手身上拿到分数的话 那其实我们呢将能够保持住出现那个形式 但是如果说接下来呢还要去面对这些强大对手我们占不到任何的便宜的话那么基本上中国队呢 其实已经可以提前宣告离开这个世界杯了 所以呢其实对很多球迷来说那么自然的目前来说也是非常不开心的 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呢 中国队其实四年一届的一个世界杯的话 没有任何的一个出现希望 对很多希望中国足球冲出亚洲的一个希望来说呢 肯定是打击非常大的 没意思现在呢我们也都非常期待说 这一次中国队呢能不能够在接下来去面对澳大利亚 或者说面对其他一些球队的比赛当中 取得一个利好然后争取在本次世界杯当中那么拿到一张入场券了 我相信其实对每一个中国队的球迷来说呢都非常希望看到中国队能够在本次世界杯当中呢 有个展露头角 也就在最近的上午10点钟我们也看到了根据天津日报这边的报道 那么我们也看到那么中国主席在最近也是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而这个重大的决定呢对很多球迷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根据天津日报的一个报道那么我目前看到中国主席现在呢已经是在内部达成了一个共识 也就是决定说那么其实这一次世界赛了大家都觉得 中国队很有可能闯进不了正赛 因此呢这一次最主要的任务呢不是进行一个球员的练兵 而是练帅 也就是说呢那么这次啊主席呢是交给了李铁来带领这只国脚去参加比赛的 实际上最重要的任务不是说取得多好的成绩 而是让李铁这个本土的主帅能够在本次世界赛当中得到一定的锻炼 然后争取让李铁带着下一届的这个国主的国脚的一个阵容呢去参加世界杯 争取在下一届世界杯当中能够拿到入场选 所以其实我们也看到这篇报道出来之后呢也确实是引爆了争议 那么主席这个争议的决定呢也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一个批评和通骂 那毕竟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本身很多球迷呢对本届世界杯也是寄予了厚望 尤其在40强赛当中那么中国队呢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也让很多球迷都觉得说李铁带领着整个中国队是否有希望能够闯进本届世界杯 圆了球迷20年的梦想了 结果没有想到那么现在呢中国主席居然被爆出做了这么样的一个决定也确实是令人很失望的 如果说只是单单去练这个主帅的话 又何必让这些球员去折腾 花这么多钱请这么多的一些规划球员回来呢是不是 那本身去花费 想要上10个月去请这些规划球员 到头来呢却不能够让他们在场上进行发挥他们的一个表现 能力也不能够帮助中国队取得更好的成绩 而且现在呢这一批果角他们整体的一个年龄也比较大了 踢完这一次的一个示威赛可能下一届的世界杯 他们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一些希望能够参加了 所以又何必让这些果角陪着整个啊这个竹鞋陪着李铁去玩呢 觉得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所以可以说啊其实目前中国竹鞋被爆出的这样的一个争议的决定呢真的是挺大的一个笑话的 我目前可以说呢整个中国足球都成为了大的笑柄 因为本身其实啊练帅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话真的是烧操作 也在此之前呢可能根本就没有人想过了 如果说你一个中国的主帅 连基本的能力连带队的能力都没有 那当初又为什么要让他上台呢 那本身我们中国队啊有很多的一些竹团民宿的能力是非常出色 其实比起李铁的话能力要更加突出 那么为什么中国足球不给这些人更多的机会啊反倒是让李铁这个本身是李皮的助教那么顶得上来呢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操作真的是让人呢 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